玉萍被雇出千万高价 专家当场说艳品 女子 说话前请三思 一档健宝节目上 来了位细致优雅的女士 女士带着宝贝上台 观众刚看到宝贝就不淡定了 甚至又开出千万价格的 专家仔细研究后更是震惊不已 到底是什么宝贝 让大家开出如此高价呢 这位女士姓王 是位外戏高管 王女士带来的是一个宝瓶 宝瓶看上去非常显眼 造型也很独特 看上去就不是俗物 王女士说 这宝贝也是来之不易 一次他和朋友参加饭局 朋友喝到高兴出 从包里拿出一个宝贝 语气自豪地说 这是乾隆年间的和田玉双耳瓶 平时就对古玩颇有兴趣的王女士 第一眼看到这宝贝就印象深刻 都说乾隆时期的玉器 是玉器发展的顶峰 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 但听到朋友的报价 王女士当时强行忍住没有买 但回到家后 他始终忘不了这宝贝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王女士还是向朋友开了口 最终用句子买下了这宝贝 但还是想让专家好好鉴定一下 这宝贝的真假 毕竟朋友当天最熏熏的 说的话也不一定属实 这使主持人非常好奇 王女士这么纠结 到底是花了多少钱买来的呢 王女士说 既然是古董 那么价值自然是比价格更重要 主持人明白了王女士的意思 既然赤宝人不肯透露价格 那么就让观众们来大胆评估一下吧 宝贝被观众估出一千万高价 专家看后更是震惊不已 观众席一位大哥起身说道 这宝贝用的应该是 何田玉的山流水料 而且是一整块 看它的质地和造型 我觉得它最少也值八百万 另一位观众补充道 而且这么大的玉瓶 瓶身没有一处明显的瑕疵 我觉得它值一千万 观众席议论纷纷 这时有人提出了异议 这瓶子看着有点泛黄 而且质感光泽度也不是很强 不会是现代的仿制工艺吧 那么专家对此又会怎么评价呢 毕竟是千万的宝贝 还是要让专业人士看看 一位专家说道 看这瓶子颜色百里透黄 确实不像真的 听到这里 王女士急了 请您说话前三思 我这宝贝来历可不简单 是当时那位朋友的祖上传下来的 她的祖上是当年乾隆年间造半厨的管事 只为相当于今天的人事管理 听到这话 观众席瞬间炸了锅 专家更是尴尬得无地自容 赶紧改口说道 因为何田玉比较出名 制作的难度和原料的找寻都非常不易 而市场上的纺制品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不敢拍板 如果这宝贝和它的历史真实的话 那么价值上千万不成问题 另一位专家说 我倒是有些不同的见解 这瓶子做工媒的说 看着有些发黄 但用灯光一照 苹果和苹景都会透出绿光 由此可见工匠的手法非常精细 一看就是真品 是乾隆年间的宫廷器具 见宝贝观众估出一千万的价格 专家看后却非常震惊 听到鉴定结果 王女士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 既然宝贝是真的 又出自乾隆年间 那价格自然不会太低 专家说 三四年前 这样的宝瓶就能卖到四五百万的价格 如今至少也得翻一翻 王女士也非常开心 专家又说 这宝瓶不仅值钱 其价值更是珍贵 建议王女士好好收藏 王女士也连连点头 在后台 王女士说 起初听到专家的质疑 自己也很生气 但对于收藏者来说 喜欢是一种运气 自己买下它也只是看缘分 王女士表示 自己在考虑向它捐给故宫博物院 让这样美丽的工艺品 能在国人的注目下闪闪发光 让宝瓶在现代展示我们古代的辉煌 作为收藏人 王女士做到了大爱无私 这样千万的宝贝能贡献出来 属实让大家有所敬佩 后来 根据节目组的后期了解到 这个宝瓶已经放在了国家博物馆里 不得不说王女士的做法真的很伟大呢 各位朋友 如果你的手上有这样的宝贝 那你会选择上交博物馆吗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吧 别忘了点个支持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